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刻从中国来 当地时间11号 中国公民出境由团队游重启之后的 首个中国赴肯尼亚旅行团 抵达首都内罗比 肯尼亚的各界人士在机场举行了仪式 欢迎中国朋友们的到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比的 乔默肯亚塔国际机场 搭载第一批中国团队游客的飞机已经降落 热情的肯尼亚民众正在现场 表演节目 我们也是看到了肯尼亚旅游部官员 酒店代表 海关和机场工作人员 大家都来机场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 哇 我感觉他们好热情啊 对 很好玩 我今天是很惊讶 我不知道我们是首行 对啊 然后下来 哇 又看到又有这个鼓的 然后又跳舞的 然后跟他们一起蹦蹦蹦的 我现在都已经累了 然后一下子就给我们感受了他们的文化 肯尼亚旅游部门官员表示 中国旅行团的到来 标志着肯尼亚与世界最大的 旅游客源市场恢复连接 未来 肯尼亚将持续深化 对华交往合作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肯尼亚旅游业是肯尼亚的支柱产业之一 疫情前 每年约有200万外国游客 复肯旅游 疫情期间 这一数字曾跌至不到90万人 随着中国游客的到来 肯尼亚的旅游从业者们 对新的一年充满信心 他们也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国游客 来到非洲大陆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我感觉很感激烈 after having the first group to Kenya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very busy season from July to September because of the migration in the Maasai Mara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boost a lot of tourism and they boost out the economy for Kenya